早上好 我是浩东 今天是9月26号 刚才给老娘换了一下衣服 有两件衣服 一个枕巾 拿下来用房车洗衣机 洗一下 把逆变器开一下 洗着衣服一会 还要给老娘 做中午饭和下午饭 本来现在还是 一天有20个小时左右吧 都是在空睡啊 脑部血液循环还是 不是太好啊 所以 要做 做成流史啊 这都是 拍的片子呀 先放床上 房车 停在医院里边就好像是 夹在跟前一样 干啥都比较方便 打开电源啊 标准清洗29分钟 这个盆子就先放这 先做饭去 早上给老娘做一个 肉汤吧 做肉汤 做个鸡肉的 我这有牛肉猪肉鸡肉啊 三药每天 换着吃 今天该吃鸡肉了 早晨 吃饭晚还没洗呢 早上起来 时间比较紧急啊 先切一块鸡肉 切好的肉用开水洗上两次 把里边的那个血沫子全部 洗出来以后倒在小店锅里 配上 生姜和葱 还要再煮一下 煮肉的这个 电呢我是用的这个 移动电源啊 移动电源我白天 做饭的时候把电用完 然后晚上可以拿到病房里去 再把电载 充起来 这样就 减少了我 把房车 开出去 充电或者是开发电机的这个 时间啊 然后 这还有 胡萝卜 还有菠菜 然后再少放一点米啊 这样煮出来这个流石呢 就稍微 营养丰富一点 然后又能 提高一点 粘稠度 肉煮好以后 只留一个生姜 稍微再留一点 葱段 就可以 全部倒在 豆浆机里边了 然后再把 准备好的 蔬菜和米 倒进去 盖上盖子 选择豆浆 半个小时以后 饭就做好了 把刚才用过的 锅碗 洗一下 好了 收拾完 坐着跟大家稍微聊一会儿 今天呢 我的心情稍微 舒缓一下 跟大家拍视频 分享一下 是因为 今天的小焦要过来啊 他回去在家待了有个20天左右 说是他今天 自己开车过来啊 所以今天真的是 心情好一点 并不是说是 让小焦过来以后帮着我 干多少的活 去怎么样照顾老娘啊 其实照顾老娘这个事呢 小焦回去以后呢 我自己照顾了三天啊 就包括早晨 配合大夫各种治疗啊 然后下午吸高牙痒 然后呢 平时还要一天给老娘做六顿饭啊 我一个人还都可以啊 就是还有还有就是晚上 定上两三次闹钟起来以后呢 给老娘翻翻身拍拍背啊 最主要的就是 小焦过来以后呢 我觉得他是 对我的心理上啊 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安慰啊 就包括老娘 刚出事的时候 我们两个 一起照顾老娘 都是这样的啊 他给了我这个 心理上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啊 支持 我能够把这些事都 扛起来啊 因为 我家里就我一个嘛 独生子女啊 老娘 出了这么大的事 确实对我的这个 精神压力 也是 非常大的啊 嗯 现在是十点多了啊 问一下 问一下他 出发了没有 我刚出发 一早上店里面还有好多事 搞半天 装在笼子里就开始叫啊 叫一路怎么办呢 他已经开始出发了 那从十点钟走的话 襄阳离平安就是700多公里啊 700多公里大约就是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应该能到啊 五六七 差不多下午6点多7点就得到啊 那好了今天 早晨呢就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 下午等他来了以后呢 再给大家 再分享吧 下午 来吧 谢谢观看